刘培元的英文教师 第26集 你看第126个字 我们说胃口 喜欢我们吃东西有没有胃口 appetite appetite 你看又是这个大卷蛇的app 不要念成appetite appetite 鼓掌这是动词 就不是名词 动词 applaud 这个关键就是这个卷蛇的applaud 不是applude 而是applaud 这个o呢卷蛇 而且带一点r的音applaud applaud 一般亚洲人不太会发这个音 然后苹果这很好念 可是苹果一大堆小语 apple 完了 apple apple 它这个金蛋号呢 就是后面只要有那个尾音就可以 不要念apple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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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l在前面就是没有惊叹号的样子 后面摆惊叹号apple 就它的音比较轻一点 然后我们说 往前 那它也可以是名词 我们主要是讲那个发音 所以词性跟意思我们不一定全部讲 我们另外有别的单元去讲这些东西 approach 这个字就完全不要卷舌 那你不要念approach approach 就不用approach 该不卷舌就不卷舌 像这个applaud 该卷舌就卷舌 像这个不要卷舌 approach approach 那同音approve 那知道问题不大 这个字一般人都会念approve 那我们再念一次 胃口 appetite appetite 动词的鼓掌 鼓掌叫好 applaud applaud 苹果 苹果 apple 大简是apple 那往前进呢 往前面接近呢 approach approach 同意是approve 准许 同意 approve 这个字到没有什么学问 approve 好 那我们顺便出了这个 讲正确的发音呢 那我顺便把它的意思 就是英文全面性的 也会发音 也知道意思 也会造句 这样是全面性的 十八般五一都会最好 那胃口呢 它是名词 它的意思就是meaning 或者definition等等 physical design for food 什么叫physical 就是身体的 一般说那个 身体方面的就是physical 那心灵方面 就是脑力啊智力 心灵方面就是mental 所以mental跟physical 那physical本来也是物质的意思了 就身体 身体的需要需要什么 需要食物 就是食欲嘛 身体需要食物 肚子饿了 这天性 肚子饿了就产生食欲 就想吃东西 当然有的人 不喜欢吃的 他食欲又降了一半 John lost his appetite 约翰没有了食欲 lost 损失 那你这样讲损失食欲 没人听得懂 丧失食欲 就约翰他没有食欲了 没胃口了 我们也不用讲 都讲食欲 有时候翻译他没有胃口了 口语就吃不下了 越通俗 越清明 越听得懂越好 因为duty是 骗语 因为呢 他胃痛 胃痛了 大家就没食欲了 或者牙痛了 胃痛啊 心情不好一大堆 John lost his appetite due to his stomach ache 这个完全不用卷舌 痛就是ache 不要讲成ag 就夸张 John lost his appetite due to his stomach ache 那美国有些人念这个联音 stomach ache stomach ache 念在一起 那我们也不需要 那么滑 那么连 那么顺 不需要 那英文就不念华音 他就该怎么念念清楚 所以我比较喜欢听那个英国人念 自证枪圆 就像那个 中国人 北京 他觉得北京话 自证枪圆 他就觉得其他省都不标准 台湾又觉得台湾国语 applaud 拍手 to strike the hands together 那为什么 这两只手掌 两只手掌 strike 敲起 就拍手 over and over 就是一直重复 这鼓掌 你不会只鼓一下 不会只拍一下 有时候 有些歌唱 什么 三大南高音 一鼓掌 鼓个一分钟 很长 非常长 to show approval 去表示他的认同 或者praise 或一种赞赏 to strike the hands together over and over to show the approval or praise to strike the hands together over and over to show the approval or praise 我们看例句 the audience stood and then plotted at the end of the speech 当然我们这个造句 你可以说 歌唱会 演唱会 电影 这边是演说 所以只是例句而已 所以我们只要文法好 那单词认识 认识的多一点 立即我们可以 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the audience stood and applauded at the end of the speech audience就是观众 观众 那有时候 你不一定在现场 你叫观众 你坐在现场看着 或者站着 看演唱会 或者你在家里 去看 都是audience 他没有分地方 stood站起来 stood站起来 and 因为本来一个句子 只能有一个动词 但是有连接词 例外 前面后面各一个 或者再加一个and 理论上无限大 都可以 连接词可以连接起来 也可以连接词句等等 站起来 以及鼓掌 at the end 在最后面 在他 结尾 他准备要说 谢谢了 大家站起来 鼓掌 the audience stood and applauded at the end of the speech 苹果的apple apple 念起来 听起来怪怪的 你念的时候 也会觉得怪怪 可是 就是怪你才念的好 念你原来的 才怪 老外觉得你怪 可是你觉得很习惯 你apple apple 你觉得习惯 老外觉得不习惯 然后你像念apple 你觉得好奇怪 我这个怎么那么卷舌 老外觉得 哦很棒 所以这是 比如说是观念的问题 所以人有很多 就很多喜欢酸人家 喜欢酸 他觉得很正常 那别人就觉得 你怎么有事没事 就酸了 嘴巴里吐不出象牙 我就习惯了 讲好话轮不到我 我不需要 别人去讲 我要讲 我就酸 这个有时候观念 他已经偏差掉了 正常是 好的就讲好吗 按个赞吗 不好就酸吗 也可以啊 那有的人 永远是酸 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 几都是酸 那这个就偏差掉了 他意思呢 around fruit 一个圆形的一个水果 with red 他有红色 黄色或绿色 有青苹果吗 有带黄色吗 所以颜色很多 但是没有什么蓝色啊 紫色啊 粉红色那些 黑色就没有 就红色 黄色或绿色的 skin 你不要说皮肤 它外皮 又是一只多一 skin也是外皮 也可以当动词 就是去皮 或者以前那个西部片 印第安人 这个割那个人头 割白人人头 也可以当动词 adfirm white flesh 然后它的 flash 你不要说肌肉啊 就它的果肉 flash又来了 你看skin 不只是皮肤 它也是水果的皮 或者很多东西 反正表层就对了 flash也不要说肌肉 肌肤 它也是果肉 flash 就像那个 它就比喻人嘛 这个skin 果皮 就像是人的皮肤 flash 它果肉 就像人的肌肤一样 around the food with red yellow the green skin and firm white flesh firm这是比较硬的 因为苹果除非烂掉了 不然的话 基本上有点硬 如果刚好牙痛的话 就很难吃 i prefer apples to orange i prefer apples to orange prefer后面加2 不要用that 那都加这个 负数加s 那orange我们一般就是 它这个字不是橘子 它是柳丁 orange 什么叫柳丁汁 橘子呢 我们正式中文叫碰干 或者碰钱 碰干 那它就是 英文有另外的字 approach 往前它动词 意思 to move or become near move就是移动 become 或者变成近一点 或者更近 to something or someone to move or become near or nearer to something or someone 就靠近 approach the judge order to eternally to both sides to approach 所以我们看那个 法网片 法律 法律是网 法网片 法律片 或者警匪片 参加那个 法官 他命令 所以那个台湾就是 法官三个 坐在上面 那美国就是一个 可是 其实美国 美国跟那个 台湾的法律 完全不一样 看起来都是法官 但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叫医美之 台湾是大陆之 为什么呢 他们叫陪审团 法官只是主持 程序 最后宣派 摩罪是陪审团 台湾是法官 所以两个差太多了 所以台湾是写 那个欧陆 就是 德国啦 那些的 所以法官命令 order 命令 他也可以是点菜 意思有很多 attorney 像美国 他就不讲lawyer lawyer是一般的讲法 那你说去打官司 叫attorney 法官 那像那个 法律也叫BAR BAR 一块一块 一条一条的 BAR 他叫 两 这个是 被告 原告 就是 两兆 两兆的律师 进前来 表示说 有什么话要讲 不适合让 陪审团 或庭审 那些人听到 不要让别人听到 那甚至 更隐秘的话 就是 就是到 到法官 他通常后面 都有一个休息室 到后面 密上一下 表示有什么状况 The judge ordered to attorneys abell signs to approach 两方律师 请上前来 讲一下 是不是要妥协一下 还在注意什么事情 还是要修会 还是有什么状况 Approve 就是 同意 遵循 to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or someone is good or excitable 相信 某些事情 或一些人 是好的 或者可以接受的 你就同意了 to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or someone is good or excitable I don't approve your object my project 我不同意 你的计划 you nee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 所以两个句子 我们中间 可以用一个分号 你需要做一些 修正吧 修正之后 再拿来看看吧 我再看同不同意 I don't approve your project you nee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或者amendments 都可以 所以很多字 不一定用哪一个字 所以我们最糟糕就是说 这个 你这个字错了 因为有一个老外 我看到用别的字 或者我在字典上 看到是用这个字 所以你跟我字不一样 就错了 就完蛋了 这个英文就很难学好了 那我们念五个句子 就是学习一下 它正确的美式发音 John lost his appetite due to his stomach ache John lost his appetite due to his stomach ache Applaud The audience stood and applauded at the end of speech The audience stood and applauded at the end of the speech Pingu apple I prefer apples to orange I prefer apples to orange Wang qian khao Qian jing Qian jing The judge ordered two attorneys both sides to approach The judge ordered two attorneys both sides to approach Tong yi I don't approve your project you nee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with amendments I don't approve your project you nee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每一集 学会五个字的 正确发音 这就很厉害了 你学它一个月 两个月 甚至更久 就很厉害了 武功高强 这一集讲到这里